很多人觉得肥肠直接下锅会咬不动 那是因为你没掌握好方法 以后肥肠你就这样做 麻辣软糯 还没有异味 好吃又下饭 锅中油热下如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少加点盐 开大火呛炒至断生 捞出放到碗里打底 再准备一个萝卜给它切成丝 每天认真的教做家常菜 麻烦您点个小星星鼓励下吧 非常感谢 我家常备这个白水肥肠 它是免切免洗免煮的 配料表也很干净 现在厂家活动到手八大包 非常的划算 锅里油热放入肥肠 把锅里的油从浑浊炒到清澈 这才是肥肠咬得动的关键 再下降葱蒜 花椒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煸炒出香味 炒出红油 加半罐中午喝剩的啤酒增香去腥 和半碗长江水 加盐鸡精 胡椒粉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盖带小火慢煮个十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上头撒上蒜末 葱花 辣椒粉 白芝麻 最后炸干辣椒 淋上热油就好了 碗屋子都是香的 一道麻辣软糯 好吃又下饭的水煮肥肠就煮好了 学会了你也收藏试试吧